很久以来一直有朋友在问我 在内地确实走不了的 那么怎么样会相对好一些 那么我呢最近闲着没什么事 我准备做一个类似于像强国生存指南之类的东西 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 这个目前中共所面对的国际形势 那么国内目前的乱象 加上许多人在帮他们吹嘘的一些祥瑞 可能还涉及到共军即将要出台的一些措施 去年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觉得说的已经够多了 那么但是看到现在呢 基本上它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的 是吧 在老挝刚开始说的一些 其实他已经开始做了 那么在泰国呢也说了一些 很不幸 好像也开始 预备要实行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前奏 那么最终 这个话题最关注的还是 内地的民众怎么样采取一些自救措施 其实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自救措施呢 相当少 而且不是适合于各个人群 那么有针对性的啊 有一些人可能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尽可能减少损失 其实我们知道每当 出现一个乱世 就是我们经常说叫 黄河清圣人处 是吧 黄河 譬如说三西段 你发现这个水清了 往往不是要出圣人 那么它是天下大乱的一个标记 很多时候中国人比较 信这些东西 总有人找出各式各样的 这个祥瑞 来美化这个朝廷 那么造反的人呢 总是找出一些 相对应的东西 甚至 中国流传了 几千年呢 一直有一种叫 陈伟之术 是吧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专门编童谣的 编这些 造反派比较需要的 这些明艳 许多东西都是 我们知道的一些素食 创造出来的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 他始终在不断的循环 中国的历史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么每当中央政府 他因为自身的原因 抗拒不住外来的压力的时候 改朝换代的结顶就出现了 我们一直在说 务必先辅 而后生存 那么中共作为一个 当年新鲜 有活力的这么一个政党 他们在全球流行 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 利用了民众 对他们 这个信奉的这个思想的不了解 在抗战结束之后 在兵疲民怨之际 在国共两党之间 比难的过程中 他们暂时 赢了国民党一局 那么拿到了全国性的政权 经过这个中共建政70年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党 其实早就退化了 从江泽民时期允许 这个资本加入党开始 这个党他就已经 跟他原先宣传的这个基调 不相符 他整体的色彩 已经开始出现转变 所以如果人们再拿 这个老旧的共产主义学说 来套用他 其实很多东西都解释不清了 那么尤其是习胖上台以后 他完全回到了中国的王朝时期 他现在搞的所有的这一套 都跟中国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的事 没有多大区别 不必高看他一眼 他是属于一种 非常非常有使命感的人物 对吧 就我把他理解为 他是属于那种有幻觉 有理想的 而且他真刀真枪的 要实现他 他现在变成 他把他的麻烦 变成了全国人民的麻烦 而且因为他一意孤行 他觉得他 饱含能量 所以他现在不仅在推崇他自己的学说 是吧 现在好像前几年他提了一个 叫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吧 他现在抓了一个 老挝的一个 站在那儿 都晃晃悠悠的 一位九十岁高龄的 这个老人 老挝的这个主席 去年刚上台 去年换届上台 其实他还是一个清月 他还不是清华 清华的那帮人 2017年飞机掉下来 基本上都摔死了 那么那也是一个 很凄惨的故事 中国的国防部部长 常万全 到老挝的首都万象去访问 那么清华的一帮领导人 在当时的主席 朱玛里德带领下 会见了常万全 那么第二天 这帮领导人又要赶到 南部去参加一个 军区的庆典 就这个军区成立 多少年的一个庆典 那么完了 做了一架俄式的 这个运输机 军用运输机改装的这个 也算是军用客机吧 那么拖了一大帮人 那么临近 降落的时候 飞机出事了 整架飞机掉下来 一大帮清华的 全灌死了 其中 为什么说后来有阴谋论呢 就是 其中有一个大概是农业部长 这个人不是清华的 那么他已经上了飞机 被通知 让他换乘另外一架飞机 所以有事要跟他谈 所以他没死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在老挝一直流行一个 阴谋论的说法 摔死的都是清华的 所以我们看到 2018年 跟着就换界了 换了一个 现在的这个吉本阳上牌 吉本阳是在 越南上的军校 然后到 苏联 留过学 那么他一直担任 战区的司令员 然后担任过 万象市的市委书记 是吧 然后担任这个 政治局委员 他一路升迁上来 比较平缓 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 因为在老挝建政以后 凡是有华人血统和这个 越南血统 或者说 娶了越南老婆 是吧 这一类的官员 不太容易升到 政治局这个位置上 那么他这次上台 完全是老挝 国内政局的一次利益转 我们看到2017年 这个猪马里到 中国参加这个阅兵 是吧 他要跟习胖借钱 习胖没借给他 那么反而 2018年 这个吉本阳上台以后 中国忙不迭的借了20多个亿给 当然了 更多的合作 因为这次 吉本阳到中国 与习近平签了 作为外国领导人 哪怕他再小 那么签了第一份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的 这个宣言 所以他站在了风口浪尖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 国土面积与英国本土一般大 24万平方公里 那么整个国家 只有600多万人 不到700万人 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走在 与中国接近的 这个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 习胖现在已经抓不到人了 他在为他的未来 做一些努力 所以我一直说 在中共没有能力 控制住国际局面的情况下 他们必然要采取一些 北上或者南静的措施 这个措施 仅仅是因为粮食 它不涉及到领土扩张 也不涉及到军事上的问题 完全是一个农业上的合作 那么从这个 俄罗斯这个方向呢 它很难突破 因为俄罗斯对 中国一直怀有敌意 或者说警惕 那么它现在 唯一能够争取的 就是老乌和柬埔寨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基本上能显示出来 柬埔寨的局面 还在非常微妙中 因为洪森如果说他病逝 谁接报 不知道 所以柬埔寨虽然说 中资非常密集 甚至还有一些 涉及到军事上的合作 但是最近我们看不到 柬埔寨的声音 我们往往听到的 看到的都是老乌 中共第一个要争取的 是在老乌全面铺开 农业上的合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铁路 其实就是为了运粮而准备 老乌到目前为止 没有自己的农药和化肥的生产 原先云南跟他有过一些协议 原建老乌一座化肥厂 一座农药厂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没有得到实现 在老乌境内 所有农田使用的农药 通常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从中国运过来 所以我相信 第一个与中国合作的 与中共签署这份协议的 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份协议 这份协议背面 它有中共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 那么下了重手 从上到下 哪怕你是清约的 我也得把你买通 因为我要粮食 它要生产基地 整个中共的管理团队 不是那么像我们平常调笑的 那么弱智 其实他们知道 统治这个国家 第一个前提 就是要把人民喂饱 至于说人造肉啊之类的 这些祥瑞 放一放 科技上的突破 美国人现在还没突破 对吧 那么高昂的代价 中国根本就承担不了 而且中国本身也没有 那么大量的豆制品 来作为基础 你所谓的人造肉 它还是要豆类蛋白 对不对 从美国进口 从阿根廷进口 从巴西进口 然后再造成人造肉 它疯了 对吧 不需要这样 所以有很多 目前我们看到的祥瑞呢 没有到实际运用的那个阶段 现在我们看到 中共维持自己政权 它最需要的东西 它其实很清楚 对它来说并不是能源 能源是第二位的 粮食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国目前采取的 所有的国际措施中 他们有自己明确的导向 不要过分的轻视 作为一个执政团队 在目前对国际局势的 这种应对 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正式投降 我们要看到的喜庆 其实还需要聊天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